记者蔡宗宪屏东报道,屏东牡丹香知名校会长老古英勇,曾助唱,当主播,当解说员,还担任过高级Filla的总经理,虽有丰富精彩人生,但他始终认为原著名深层文化精神,极少被汉民族完整理解,花了近一年时间与作家写出一生经历,选择228纪念日发表,希望透过文字阐述族群和谐精神。 人生经历精彩励志的古英勇,在原著名及汉人间都颇受尊重,但身为排湾族原著名,他却相当担忧原著名文化的消灭及不被了解,许多原著名的形象及特色描述太过表层,少了传统精神的文化层面,他认为与原著名缺乏文字既在有极大关系,也是他决定出书的契机。 高职补校毕业的古英勇一直是牡丹香之名解说员,还曾受聘成为牡丹湾Villa的第一任总经理,也担任过原著名族电视台的主播。 早年组成的马沙漏乐团还曾在墾丁凯撒饭店连续驻唱18年之久,但他仍在汉人社会受过歧视,只因文化及族群上的不了解。 古英勇说,最近热门的墾丁观光不振,跟原著名文化遭遇类似问题,都是复制严重,缺乏自己特色。 三不像是台湾及墾丁观光遇到最大的问题,如果要突破现况困境,一定要透过自身特有的文化底蕴,找出不同于其他人的市场区隔。 文化不能制服,但能平安幼幼。 尊严,古英勇说,因为原著名文字记录的缺乏,他才决定将经历及看到的原著名问题,与作家宋方喜写成《太阳之字》一书,希望透过书籍媒介,让更多人了解部落精神,部落年轻人更看重自己的文化,促进原汉民族彼此间的理解与尊重。